说到居住 在印尼爪哇 有一栋非常豪华的建筑物 这栋建筑物 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 这栋建筑物 大家称之为千门之屋 但是你要注意 当地人都说 这个屋子打死不进去 为什么 立冈你看就是这栋 在三宝龙这个地方 好漂亮 这个如果能够 给我当家多好 像住在皇宫里头一样 这么非常漂亮 非常古色古香的 你看这个建筑 旁边还有两个塔楼 两个高塔 高塔上面还可以看风景 如果家里是长这样 我不知道献煞多少人的眼光 可是问题是 这个地方当地人根本不敢去 这么漂亮建筑物 连接近都不太敢接近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去 这是有道理 这个建筑物建在1904年 它当初本来是荷兰人 因为荷兰当初殖民印尼 然后在当初为了 当地的交通建设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 建了这个地方 在中爪这个地方建了这个 就目的是当做 铁路公司的总公司 就摆在这边 作为它一个总部 一样的地方 然后它的外号叫 千门之屋 为什么呢 你看它一大堆的门 看到没有 对 你看一大堆的门 非常多门 当然实际上 没有到一千个门 但是因为门实在太多了 所以当地人 都称为千门之屋 你看它当地还保留 当时那种旧式的老火车头 就作为它一个纪念 就证实它以前 是铁路公司的总部 这个地方再来讲 这么漂亮 这么豪华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接近呢 其实是有它的理由的 什么样的理由 因为其实早在 荷兰人当初统治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 本来是好好的 没有问题 都是铁路公司的一个场所 可是到了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 当初日军不是南清吗 南境作战吗 然后南境 他目的就要去印尼 这边去抢石油 所以他就攻击了 荷兰人的殖民地印尼 然后就把这个地方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他就利用这个地方 来做什么 做他审讯战俘 审讯犯人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审讯犯人的 那很多犯人可能进去 就没有出来 你看这个 你看现在这个下面 他那个 怎么这么阴暗 看起来非常阴暗 对不对 这是他地下道的地方 看起来蛮诡异的一种气氛 当初这个地方 他们日本人常常就把一些人 拖进来严刑拷打 或者甚至直接在头处决 都常在这边发生 然后下面地道都错综复杂 那不知道有多少就是亡死的人 就在这边就丧失了他的生命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 1945年10月的时候 1945年10月那时候 日本已经投降了 日本8月就投降了 对 可是这个地方的灾难还没有结束 怎么说不是已经投降了吗 日军就应该撤离南洋了 日本投降之后 荷兰人就回来了 对 因为荷兰人认为这是我的殖民地 可是印尼人不愿意 印尼人觉得当时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独立了 我们为什么要再被你荷兰统治呢 我们也要独立 然后就印尼的独立反抗军 就开始占领了城市了 然后要跟荷兰军作战 那荷兰远征军呢 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 打败印尼的这些反抗军呢 他就想到了这栋建筑物 因为这栋建筑物下面有很多地道 那这个地道可以通到城市内的好几个地方 也就是说他要用地道 这样作为作战使用 是 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千门之屋的地道下来 偷派部队前进了那个市区的中间 然后去打死打伤了很多的印尼的反抗军 所以你看就因为了这栋屋子 它一直不断的在它历史 虽然只有110年的历史 可是它历史之中的后半段 几乎都跟这些冤魂 跟这种死难者有关系 所以就慢慢慢慢各种诡异的传说 就不进而走 所以到后来很多人就会说 在这里会看到一些很神秘的现象出现 比如说传说里头 在这个屋子里头有 比如说荷兰的一个 荷兰妇女的冤魂一直在这边 还回不去 你说在这个千门屋里面 然后你看他常常会拍到一些 很多奇怪的照片 这照片看起来很整整张 对 像一个人头一样的影像 你看这么多人在这边 这边突然出现 你看一个刘长头发 一个女生的影像在这边 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诡异呢 那当然你知道这个地方后来 那个国家地理频道有一个节目 叫打死不愿意去进去 对 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每次都要到那种最恐怖的地方 他一定要去把它探究 他就介绍全世界各地最恐怖的鬼屋 他第二集介绍就是这个 就这个千门屋 对 千门之屋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国家地理频道这样报道之后 反而很多国外的游客 你看就像这些人一样 大家跑来看 你也想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能够遇到一些 超自然的现象在那边 那当然有的人声称 他们是有遇到 那大部分人其实也就来观场 一个古代的遗迹而已 可是呢 现在当地的印尼政府 准备要把这边整个翻新 翻新的目的干什么 因为很多游客会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装潢好 让它弄得更现代化一点 可以让更多人能够来 欣赏它的历史遗迹 然后也能够增加观光的收入 可是呢 有人就去问当地的导游 当地印尼本身的导游说 那现在已经变成这么现代化 都已经翻修了 那你们要不要进去呢 你知道印尼的导游说 其实那是观光客才喜欢进去 我们印尼当地人 请我送我进去 我都不要进去 我碰都不想碰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很多 各种传说 各种诡异的东西 他们是绝对深信不疑的 所以其实本地的一年 能够不进去 他这辈子都不会想要进去 蜿蜶恋 他们可不想要箭报 现在目前啊 登了杂志出来之后 结果呢 四大疑点 其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在中间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